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鬆鬆之雨的煉金術室 即將在7月推出黃昏系列的第三款作品囉 夏麗的煉金工房 黃昏海洋之煉金術室 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由兩位完成不同機遇的女主角 夏麗斯皮拉 和夏麗羅帝 展開各自的冒險 而隨著劇情的推進 兩個人的故事也會逐漸重疊在一起 發展出感人的劇情喔 網羅了魔獸世界 易城餘生等研發人員的科幻線上遊戲 狂野之星 即將在歐美推出營運囉 這款充滿美式動畫風格的遊戲之中 除了常見的職業設定之外 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生涯路線 它會給予玩家額外的目標 像是探險者會接到探索地圖 或是登上高山駕獸衛星等特殊任務 讓遊戲有更多要化的玩法喔 玩過日式和北式恐怖遊戲的玩家一定很多 但是你玩過印尼式的恐怖遊戲嗎 由印尼的遊戲公司所開發的Dreadout 玩法有點像是使用手機來除零的零 但它的氣氛卻又營造得更加詭訣 非常有太過恐怖片那種嚇死人不償命的感覺 喜歡恐怖遊戲的玩家不妨嘗試看看喔 本週電玩瘋介紹的行動遊戲 包括了熱門線上遊戲改編的 星樓之谷大富豪 充滿幽默惡搞樂趣的悠閒世界術 還有高速科幻的3D加速遊戲 UMPOSSIBLE 趕快點一下看看詳細的遊戲介紹吧 除了剛剛康尼所介紹的遊戲之外呢 本週的電玩瘋也是一樣非常精彩 而且豐富喔 那大家可以點一下你有興趣的主題 點一下就會有更詳盡的介紹了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對我們說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下你寶貴的意見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呢 就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這樣就知道我們上傳了哪些最新的節目內容了 好好我們沒有電玩瘋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囉 掰掰